老杨到处说 到了年底 各种各样的年度人物的评选宣众而至 目不暇街好多 金融时报 还有国际的 还有各种什么样的 时代周刊 每年都会有 国内当然也不能远赎 但是今年多数的年度人物 大部分绝大多数 都跟今年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有关 我们知道中国官方 给了像中南山 这些体制内的这些 至高的农业 一个人过来一条金链子 国际媒体 当然给了马云 王兴 方方 还有李文亮 有很多的农业 这种年度人物的评选 其实跟每个立场选择 都有各自的理由 但是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之外 有一个人的名字 被更多的人记住 这人谁呢 这人就是上海的张文宏 张文宏 那么好了 内地有一个著名的 微信公众号叫量子学派 当然你可以说他无意不足道 但是他也要选自己的联络人物 他刚刚选了一个 他们自己认定的联络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张文宏医生 张文宏医生一直讲不要崇拜任何人 每一个崇拜者最终都是反偶像的 那么当然乐以造神的人一定是毁人不倦 但是不崇拜我们都要记住 所以量子学派认为 在这个不确定的2020年 什么人带来某种专业 甚至精神上的确定性呢 就是张文宏 这个时代很多人说是伟大了 但是伟大也可以量化稀缺 张文宏应该被认为是 这个社会比较稀缺的人 那么量子学派是从几个角度 来评论这个联络人物的 第一真诚 率性 温暖 犀利 理性 通透 务实 专业 讲到真诚 张文宏在很多场合拒绝谈自己 他不谈自己 他从来不以泪服人 动不动就流眼泪 他真诚勿实 他勤奋认真 他从来不夹带私祸 所以呢 有人认为像张文宏这样 林波出身到上海求学工作的人 大体上是上海这座东西文化 交汇为底色城市 追求专业主义 精英治理的最新的标杆 这评价很高 其实这样的医生在香港也不少 当然不会像他这么的出类爬萃 真诚 当然是无敌的 但真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张文宏 他说他从来不相信病毒源头 只相信证据 很多人骂他 当然 越来越是没有文化的人 越不越接受科学的观点 这样真诚 第二讲了率性 最著名的那段话 公开的电视媒体上出现了 把所有岗位上的最艰难的时候 把所有岗位的医生全部换下来 换谁 换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你不是宣誓时候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地位 已经困难上了 上 不管你是为了信仰上 还是党的纪律约束上 你都得上不要讨价还价 这个筷子人口 大家仿佛的流传 他自己本身率先上 因为他就是支部书记 他就不能够欺负老师人 不能够欺负那些年轻人 不能够欺负那些没有权力的人 或者权力比你小的人 率性 第三温暖 很多海外的学者在最难的时候 很担心疫情的传播 他频繁的接受了很多视频 各个大使馆视频的对话 做了很多的劝告 而且很务实 很风趣 很幽默 解惑了很多人的疑问 第四犀利 有该犀利就犀利 有个记者就问他那个傻问题 你在病房那么久 想不想妈妈 他就问 哪一个孩子不想念自己的母亲 他没有愤怒 但是他很犀利的怀断 因为媒体落字的问题 有时候太多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 他说 有人说把康复者的血清 输入感染者的体内 感染者就换了个人事的 但是马上就说不专业 输入康复者的血清 犯者马上康复 这是电影 理性 对于要不要复工 他说不尽快复工 死亡率又高于 新冠肺炎 他要反对过度宣传 过度宣传 迎合民众的恐慌心态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 也相当的理性 病毒不只会攻击穷人和病人 这个呢 这来讲 这个呢 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面对 不闪情 第六通透 有些人简单 但很通透 但像他这样的通透人不多 他也说 不喜欢网红这个字眼 因为社会 缺乏沟通 才会出现冒出一两个 三四个 好多个网红 他没有自得意满 他为大家所认知 所敬重 但是他拒绝伟光正 他不认为自己 到底有多少人喜欢 他认为 大目落下 我会静悄悄的离开 但是呢 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话 因为我是医生 真诚坦率 第七 踏实 他不说假话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他有同理心 有共情心 不自以为是 不骄傲自打 他不虚头巴脑 不打太极拳 不浪费时间 踏实认真 综合起来讲 反对形式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废话 讨话 反对虚伪 骄试 反对狂妄自打 反对不学为术 反对闪情作作 现在呢 他特别是讲了 动不动就讲暂时状态 这个东西 说老实话 闹心 这个词不能乱用 一上来就闪情 满嘴的官本 为的本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的话语体系 跟这一类的官方话语体系 格格不入 所以这个人 很难得 所以有人这个评价 上海无战事 只因有了一个张文宏 这是民间社会 对张文宏一生最高的保养 第八专业 当然他不专业不行 低调 沉稳 跟他有专业 是有关系的 专业的把关者 上海是第一个 对湖北人解禁的城市 从来没有对任何地区 发布过 歧视性的准路的政策 他对这个英国的变异 他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突变株不意外 不影响疫苗的正常接种 当然领导同志要先打 有理有据 这是专业的力量 所以呢 这个量子学派有点意思 他说呢张文宏为什么是年度人物呢 他是个比较优秀的普通人 他从不标榜 从高 从不刻意伟大 说话接地气 不受电视的那些雄厚的音乐的影响 不鼓励加班加点 那么认为 为什么选他 就是最后有个评价 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散发人性温暖和光辉的人 还有另外一个微博的学手 叫告飞 让大家认为 那是说 让人佩服的名人很少 张文宏算一个 而他是真汉子 比如说疫苗 要让领导先打 共产党员给我先上 这个很有意思 不要欺负老四人 他拿到了无锡的一个地方 有一千几百万的这么一个奖金 马上的转手 赠给了年轻人 设立了一个基金 赠给了一套别墅 交给了年轻团队使用 很少有 很少有 他又劣迹了很多 他那种同情心 同理心 那种态度 对患者的细心 而这样的医生 我相信 在中国的医疗系统 也是很多的 很多的 那么这里面 谈到一点 也就是说 张文宏从来没有 在公开场合 推销过板南根 双黄莲 莲花青韵 他没有推销任何的牛奶 各种各样的器械 他没有自己 在任何药企有股份 也没有在外面 成立自己的医药公司 这一点呢 就叫什么 高辉说 鲁迅讲过 社会是个大揽钢 千奇百怪 无所不有 这个大揽钢 声名切齐的人很多 但干净的人很少 那么他认为 张文宏 就是个干净的人 干净的人 在大揽钢是很难 而且呢 说老实话 也会给他带来 很多烦恼 按照 告辉的意思 能活着 有三个层次 第一 活着 就是一天 和尚 撞一天钟 一天 挨的日子过 第二 体面的活着 不康不卑 大方得体 从容的活着 第三 明白的活着 即使明满天下 但依然有信仰 有追求 明白自己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他认为 这就是真汉子 在当下这个社会 对真汉子的标准 可以参照一下张文宏 好了 我们来总结归纳一下 民间社会的价值认同 是干净 是真诚率性 温暖犀利 理性通透 务实专业 这是我们身边 触手可及 我们接触到的普通人 优秀的普通人 其实呢 跟主流价值观 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逻辑上是一致的 第二 很显而易见 官方的体系 官方的价值体系 跟民间的价值认同 有显而易见的 殊途暂时没办法 同归的标准 这说明 令人欣喜的是 中国社会 即便是如此这般 对善恶真假的变性能力 并没有完全灭绝 没有完全消失 第三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要做到同流合污 很容易 但要做到 洁身之后 一层不揽 或者大家认同的干净 很难 至少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张文宏医生是做到了 第四 张文宏能做到的 其实很多国人 应该也能做到 别忘了 张文宏 能难是中共的一个党员 也是一个支部书记 九千万的中共党员 平心而论 像张文宏这样的人 应该不少 这说明 这个社会 尽管有很多的污浊 但是应该也有很多 像张文宏这样的 优秀的人士的存量 因为 这些人都还在 尽管他们没有太多的显赫 没有太多的张扬 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努力尽责 都还有为人处事 最起码最基本的底线 因此 这个社会 即便很混蛋 坏人横行 小人当道 但终究还是可以 脾气泰来的 依靠的 不是那些官场上 作为作乎的贪官无力 依靠的是像 无数个像张文宏医生 这样的人 第五 也没有必要把张文宏 当成神 或者什么凯末 他的确是一个 优秀不过的普通人 没有这次疫情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但是因为有了他 人们对今天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和这个 一直在多灾多烂中 成长生存的民族 终究终究 还有可能到一点 最后的希望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有什么事 我应该说 是什么事 之后 他应该说 小人 是什么事 可以说